說道歉的難度 你覺得是跟朋友道歉比較難 跟家人比較難 同事, 還是你的另一半比較難? 哪個人激怒你 你覺得你跟他道歉是最難的 或者你覺得你最難接受他的道歉 知道嗎?真的很難 哪有問題? 道歉 如果在我的個案 我會覺得跟家人道歉 是一件很難的事 因為家人像是相處了很多年 他會知道你的性格 根本他們知道為何你會生氣 或為何你會不開心 我會覺得家人 即使我怎樣激怒他們也好 他們都會站在我旁邊 相對地…如果家人激怒了我也好 我最後會把嘴巴掌掌掌掌掌 但最後有什麼事 我都會衝出來幫助他們 所以我目前還沒在家人口中 聽過任何的道歉 沒有人覺得他們想… 在你面前都被你踐踏 而我也不想跟你們道歉 你們會否跟同事道歉較容易 因為不太熟悉 所以要做一個禮貌的動作 可能以前上班做模特兒 我經常遲到的時候 因為我經常去不同地方做模特兒 你一來就一定會向大家說抱歉 不好意思,我遲到 我覺得這些是很容易說出口的 始終對一些… 反而對一些不太熟悉的人 是容易說抱歉的 但像你剛才所說 對家人是很困難的 我之前可能有時候跟家人吵架 我們也不會開口說對不起 對,不過是很困難的 但媽媽可能會煮了一碗湯 說出來吃飯,出來喝湯 我感覺到她已經不生氣了 我也不生氣了 只是大家… 永遠都是這樣 只是沒有人很困難 吃飯吧 明明好,吃飯吧 出來喝湯 好,好,喝湯 對…但其實已經不生氣了 大家只欠誰開口說第一句話 既然她叫我喝湯,我也好 我去喝湯 大家再說兩句,自然就沒事了 但你們會否帶領主動道歉 主動道歉的代表者是代表者 誰最主動道歉 我認真想 我來家人,媽媽很容易會說 對不起,媽媽 我去圍著你 我真的很容易跟媽媽說 反而… 這是家教 對,即使我媽媽說了一些說話 令我不開心 我跟她說 媽媽,你這樣說我有點心情感 她也會跟我說 對,但你剛才這樣…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興趣 因為我覺得 何時有一個很難開口道歉的時間 就是我之前有一個好朋友 跟她一起住 有一天,我記得她說了一些很傷害我的說話 應該是無心的 但她說了出來 然後我其實很不開心 但她周圍跟我們其他親戚說 她傷害我,所以她很不開心 然後她就沒辦法面對我 所以她傷害我,所以她傷害我 你怎麼是這種人 對,她傷害我,我很不開心 但我想跟她說 對不起,可能我在你面前 也表現得很不開心 但我說對不起 她就在我面前爆哭,衝進房間 我沒記住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最初是我不開心 因為我不開心,令她不開心 我現在已經沒事了 但她完全不能再提起這件事 因為她說了,她就不吭哭 所以我… 所以我… 她說是黃絲 她很好笑 不要看,你不要看,我會哭 對,所以我現在就… 我不說了… 但很有趣,你帶出了那件事 除了道歉之外 真的會有一個時間 特別是女生和女生 是你要談論那件事 而且打開話題 大家會把格幕減低 對 提提提こと card 활동 魔紙